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来到我强哥开的森林餐厅 强哥 你开的森林餐厅好不好 我们去看一下吧 强哥 强哥好像还没有睡醒 我自己去了 我就不打扰你的 强哥 下边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咱们强哥里边这个餐厅的两位服务员 非常的高大 脾气啊 非常的火爆 他们两个是谁呢 就是这两位啊 熊大和熊二 大哥 不要打我啊 大哥 熊大 熊大 快 给光天桥去烧菜 再不烧菜 他又要去砍树了 嗯 熊二 不着急 我们先偷吃一点 好 我们两个去偷吃吧 带上我吧 大家看到没啊 旁边设计的这个餐厅啊 也特别的符合森林的提示 茅草屋 这个栏杆呢 是用石头做的 各有的凳子啊 什么的 都是用这种木质做的 在这种餐厅中看的时候 我说是有种那种森林的感觉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平时坐在这儿喝茶 聊聊天的地方 大家看到这个石头的磨盘没有啊 这就是以前啊 用来磨那个豆浆的大磨盘啊 当时的时候也是特别的水果 非常的结实 也排不动啊 好了 又到饭点了 我也该吃饭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呢 请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